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穿著黃色洋裝面帶微笑 透過視訊線上虛擬接見新任的南韓駐英大使 還有瑞士駐英大使 這是女王出院後首度旅行王室職責 高齡95歲的女王上週三首度在醫院過夜 隔天就返回溫沙堡 但白金漢公當時沒透露女王哪裡不舒服 說女王精神好現在也繼續執行公務 但白金漢公又發聲明 指出女王不會出席下週的聯合國氣候峰會 強調這是依照醫生的建議 也是合理的預防措施 但消息一出讓女王健康再次引發關切 一份聯合國報告示警 全球氣溫人在持續上升 距離目標還很遠 減碳環保口號喊了這麼久 聯合國氣候峰會能否有實質成效 被打上大問號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